今天再继续谈一谈这个言论自由的问题 主要是我自己觉得对周围发生的事情 又有了挺多的想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尤其是对于Gonzola Lira这件事情 一会我们再说他是怎么回事 先说一下 就是说我其实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 就是说美国的主流媒体 基本上是不会说什么实话的 尤其是关于外交方面的 不管是俄罗斯 什么伊朗 对于中国的抹黑等等 这都已经很正常了 我已经接受这件事情 我也接受了就是说 他们那个是帮政府是做宣传的 所以当一个政府 当这个美国政府 想要去入侵伊拉克的时候 他就会说 这个伊拉克有什么大型上杀性武器 WMD对吧 那个乌克兰那就说是这个 全是俄罗斯的错等等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美国的主流媒体 在帮着美国政府做宣传 这件事情我已经接受了 我现在发现了一个新的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说美国的主流媒体 现在开始呢 已经不是开始了 他就是说已经在迫害这个叫做替代媒体 替代媒体 比如说自媒体就是一种替代媒体 因为他自己观众越来越少 你要是去看一下CNN和MSNBC 包括福克斯 其实他们的观众其实都在减少的 而这个替代媒体呢 现在越来越多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在看这个自媒体 在YouTube在推特等等在其他的一些那个平台上看一些替代媒体 就很多的自媒体包括像德国知识 像团媒等等这些了 就是所以就是这个这种替代媒体现在力量越来越大 那么美国的主流媒体呢感觉到他受到了替代媒体的威胁 所以呢美国的主流媒体现在开始呢就是说已经不是开始他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对于替代媒体的这个破坏 他怎么迫他有几种办法一个呢他会写一些那种文章尤其是一些比较有名的替代媒体 比如说有一个叫Jimmy Doer的一个人 他现在那个YouTube上那个就订阅他频道的人大概超过一百万 在美国有一个频道能够超过一百万其实就是很多了 就有很多的人就说他是极右分子啊什么什么 只要他那个少为对于这个比如说投票投给川普的人有一点同情心 他觉得他没有一定的道理就被就被划为极右 这样的话呢你一听又这人是极右的那你就不太会去注意他了 你就不太会去听他说什么了 这就是他们的一种办法就尤其是一些就是枪打出头鸟嘛 一些比较有名的一些自媒体你就会发现那个主媒体 就主流媒体的人就开始写一些那种破坏他名声的一些文章 根本也没有什么根据就随便就给他扣点帽子什么的 这是他们的一种办法 还有呢当然就很简单的像推特什么的就干脆给他那频道什么的就给你取消了 就给你就把比如说像川普这样的人就根本就把那些就整个关掉了 非常直接了当的 我就发现呢我自己喜欢的这种自媒体替代媒体 我大概有那么十几个这种媒体的频道我经常跟踪的 我现在发现一个一个都都被关掉了 最近的这两个呢一个就是这个叫Scott Ritter Scott Ritter他是那个联合国里头检查非法武器的那里头的人 在这个98年的时候吧9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之前他是做这件事情的 他那个时候就说过伊拉克没有大型伤伤性武器 他那时候就说过 所以呢这个人就说他其实是第一他是懂航的 第二他也比较那个客观 他也比较那个真实吧 他说话比较老实 就是说比较以事实为一句 完了他对于乌克兰的事情评价呢也是比较中立的 就是说比较客观了就是说 反正这种人呢肯定是不行的 你只要不说俄罗斯坏就不行 所以呢最近这个Scott Ritter这个YouTube 不是他YouTube我不知道 他的那个推特人现在被关掉了 他的那个推特账号被关掉了 大概他没有YouTube账号 或者他的YouTube账号现在也被关掉 反正我在YouTube上 只看到别人采访他 没有看到过他自己的频道 还有一个叫Pepper Opscar 是一个巴西人 那个Pepper也是一个挺有名的资深的记者 他在亚洲待过很多年 那个他是巴西的嘛 所以他对南美洲啊什么也很了解 Oscar吧 他的名字叫Pepper Opscar好像是 他的那个YouTube 那个推特账号也被关掉了 总之呢就是一批 就是我喜欢的人 他好像就一批一批的来的 这一批又关掉了多少人 那一批又关掉多少人 现在就关的就越来越多了 我就现在不知道 我喜欢的媒体还能有多少 我只是都是英文的 就是我看的那些英文的那些自媒体 替换媒体 叫替代媒体吧 现在在一批一批的被关掉 RT是前一阵了 就是今日俄罗斯了 那个是前一阵被关掉的 其实RT里头的记者 他们你去问他们 每一个人他们都说 我们在RT里头 其实根本就没有人管过 我们说过 我只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 反而是我在美国的什么 NBC啊CBS 那几个大的媒体的主流媒体里头 经常的会有人来提醒我们说 你不能说这个 你不能说那个 也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他们才想去到RT去工作 因为RT给他们很多的自由 不去管他们能说什么 不能说什么 所以呢 就是RT呢 其实反而是相对来讲 比较自由的一个地方 现在也被关掉了 就是反正YouTube上完全没有了 很有意思的呢 就是说还是就是想看RT的人 还是很多了 所以呢 我就发现 有些个人的频道 就是说 比如说我要是有个频道 我就拿一段RT的来放在这上头 然后大家就可以看 然后呢 我这个放RT的这个地方 就被YouTube给拿下去了 所以明天可能是另外一个人 放了另外一段RT的什么东西 就是你RT上头 你在YouTube上还能看到 但不是RT自己的频道 都是不同的人喜欢放了 你就今天看这个 明天看那个人的频道 反正就是他都上头有RT的那个 哪些东西 能看到一些 很有意思 我觉得啊 这就是说他们迫害这个替代媒体 就是主流媒体迫害替代媒体 而不是美国政府 我以前曾经讲过这个问题 就说美国政府不需要他来 很多事情他都跟主流媒体 是属于有一种默契的 他都不需要说明白 而对于主流媒体呢 来讲呢 他现在受到了替代媒体的威胁 所以对他来讲去进行 对于这个言论自由进行各种各样的控制 其实他是很愿意的 因为这个也帮他除掉他自己的 就等于是竞争对手了 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可信度越来越低嘛 所以看他的频道的人越来越少 而这个替代媒体呢 看的人越来越多 对他是很大的威胁 所以他现在就要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来这个 惩罚迫害这个替代媒体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这种迫害还仅仅只限于就是说 我写一篇文章抹黑你啊 什么什么这种 这几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呢 我觉得他们等于走了又走了一步 这一步走的呢 让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气愤的一步 怎么是什么 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个自媒体的人是 他叫Gonzela Lira Gonzela Lira是一个治理人 他也是个美国人 他出生在美国 他原期是治理人 但他出生在美国 所以他应该是美国治理人 他呢一直住在乌克兰 然后那个战争开始以后呢 他就从乌克兰内部呢 就做一些报告 他自己在那个YouTube上有一个频道 还有呢就是很多人去邀请他 因为他在那个当地嘛 邀请他到不同的那个媒体的 那个自媒体的人士上 那个频道上去讲话呀什么的 我呢看过他写的一些文章 然后我也看过他的那个自己的 他自己做的 还有就是别人采访他的一些 我觉得他还是那个 报道的还是比较客观的 毕竟他人在当地嘛 他可以给你讲的很多东西 确实一般的主流媒体 都不能告诉你的 我还是蛮尊重这个人的 现在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他现在消失了 这个人现在已经消失了五天 关键的是他自己 在其实大概一个月以前 他曾经说过这个事情 他说他报道的有一件事情 他就说这个 泽兰斯基的这个恐怖的控制 经常的就让媒体人士就消失了 今天这个人消失了 明天那个人消失了 就只要是你 稍微对他那个乌克兰政府 有一点批评的 对于俄罗斯有一点同情的 普京对于普京这个做法 有点同情的 基本上就很快就会被消失 尤其是你要有了名 关键的他生气在哪呢 他是说这个 美国有一个主流媒体 叫The Daily Beast 这个The Daily Beast 有个人写了一篇文章 在污蔑他 这是还不是主要的 关键是这个 The Daily Beast 他居然还去跑到 那个乌克兰政府那去问 关于这个 Gonzola Lira的事情 那不就是在 把这个Gonzola Lira 这个名字 不就是给这个 乌克兰的这些人看吗 对不对 告诉他们 这外头有这么一个人 他现在慢慢越来越有影响了 这个人在乌克兰战争之前 不是特别有名的一个人 但是这个战争爆发以后呢 就是他名气越来越大 就是请他的人越来越多 他自己的频道的 那个去看的人也越来多 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这种 就是污蔑他的这个人吧 本身对于Gonzola Lira 是有嫉妒心的 那你有嫉妒心 你说他不好也就算了 你居然还跑到 乌克兰的政府那去 等于是去提醒 乌克兰的政府 这现在你们那个 乌克兰里头 有这么一个人 他说的很多话 对你们不利 等于是去提醒 他们去抓他 乌克兰有一个部门 叫SBU SBU就是等于是 英文叫Secret Service Secret Police 就其实就是特务机构了 他还不是一般的 他跟那个CIA 那个还什么 还不太一样 像CIA也好 FBI也好 就这种组织 他还不能随随便便的 就说我忽然之间 让我美国 某一个美国公民 就消失了 这种事情 他据我所知 还不太敢这么做 就是做得这么过分 还不至于 但是这个SBU 是可以这么做的 他等于就是 泽兰斯基 还有泽兰斯基周围的 这些人的一个秘密打手 这个SBU 是这么一个组织 他想让谁消失 就让谁消失 根本不需要经过法庭 根本不需要经过 什么人的允许 基本上就是泽兰斯基 还有他周围的那些人 看着谁不顺眼 他们就可以让谁消失 他们是这样子的 一个组织 等于现在很多人呢 这个因为 Gonzola Lera 他是现在已经属于 比较影响的 比较有影响的 一个自媒体人士 所以现在很多 自媒体的频道的人 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都在问他 到底现在人在哪 他自己说过 他说如果他12个小时 你要是在网上 看不到他 他就是可能是遇难了 这是他自己说的 然后就是我说的 他那个频道里 他就说 如果他出了什么事 The Daily Beast 是罪魁祸首 因为是The Daily Beast 就是这个主流媒体的 这个机构 去告诉乌克兰的 这个他们的人 让他们注意 等于是让他们 让乌克兰的 这个SBU的人 去注意 Gonzola Lera 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这个呢 是让我非常愤怒的 一件事情 我觉得所有的 有正义感的人 都应该非常愤怒 你作为Daily Beast 你作为一个主流媒体 你要是正经的 竞争不过他 你就竞争不过他 你说点他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也就算了 对不对 你居然还去通知 这个乌克兰的这个SBU 秘密的特务组织 等于是提醒他们 让他们秘密的特务组织 去处理这个人 现在这个人消失了 消失了五天了已经 他的家人也不知道在哪 然后他已经正式的正式 因为是那个智利的领事馆 这个智利的官方 也出来证明说 这个人现在消失了 我们找不到他了 现在 多数人 很多人都认为 他可能已经被SBU 给处置掉了 我希望不是这样 我真心的希望不是这样 因为这个是一个 我非常尊重 非常喜欢的一个媒体人士 我经常看他的 看他的频道 然后我还读过他的 写的一些文章等等 我是非常那个 觉得是非常惋惜的 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 但如果真的 他要是被SBU的人 乌克兰的政府给害死的话 我认为Daily Beast 真的应该承担责任 是他们等于去告了密 去引起了这个SBU 对这个人的重视 对这个人的注意 我觉得是Daily Beast 是有责任的 那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主流媒体 对于替代媒体的迫害 已经不仅仅是 停留在嘴上的 这种抹黑了 已经用实际行动 在害死这个 替代媒体的人物了 我觉得这个做的 已经是让我觉得 等于是又超出了 我能够接受的吧 我希望他还活着 我希望这个 Gonzola Lira还活着 但是我觉得凶多吉少 给我的感觉是凶多吉少 而这个Daily Beast 这个主流媒体 Daily Beast 直接有责任 如果你要是到网上去查 你可以查到Gonzola Lira 他自己关于这一段的 那个评论 我可以把链接那个 寄给大家 寄给你们看一下 我就告诉你一下 就是前头 因为我前头那个路的 关于那个言论自由 迫害记者的这个事情 这个智力 所以美国记者现在人长到了 他还活着 我这个链接上就是 他跟那个Alex 那个对话 看上去他活着 那这个 我就想说呢 就是如果你要编这期节目 你可以给大家update一下 如果有人关心 因为现在关心这件事情的人 越来越多了 但是你从他那个对话来看 你看出来他也不敢多说什么 而且呢 他也说了SBO的确确确是把他抓起来的 就是说他消失的这几天是确实是SBO 就是那个乌克兰的那个秘密警察 确实抓到了 但是可能我怀疑可能至于他是美国人 另外他还在治理人 治理呢 跟那个乌克兰的关系应该还可以 所以呢 就是说他可能出于这个原因 他没有伤害他 另外对于乌克兰来讲呢 他活着比他死的更有用 因为他们可以用他去换那个 比如说这个乌克兰的被俄罗斯抓去的战术啊什么的 应该是这样子 但听他说了他不能离开 而且他说话也比较谨慎 也没有多说什么 所以呢 我猜想的就是说 不是说他现在还被监控着 要么就是他们已经下不了了 就是说已经威胁他了 你不许再说什么 我怀疑是这样子 反正肯定是 而且他也不能离开 所以他也没有 就是说还是不能够说百分之百的自由 他也不能离开 总之呢反正就是说 是好消息了 就是他还活着 我觉得还蛮处心的 我比较关注他 就是所以我就给你update一下 好今天就谈到这里 好谢谢